两个一位父亲突发心梗 但是为了12岁的儿子 就凭借着这个求生本能 及父爱本能 强忍着突发心梗引发的痛苦 硬撑着把车子开到护物区 便一头昏倒在方向盘上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就发生在精神高速上 14号那一天 刘先生带着12岁的儿子 一起开车回山东老家 当车辆行驶到辽中断的时候 刘先生突然感到一阵悬晕 同时扮演心悸胸闷气短等症状 痘大的汗珠随之从额头低落 刘先生这个症状 很像是突发的心脏病 情况非常危急 更何况是在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 高速公路之上 对 因为当时车速 是在100公里左右 刘先生是死死把着方向盘 他也不敢在高速公路上 随意停车 而当时车上只有 刘先生12岁的儿子 也不可能让孩子开车 当时刘先生害怕极了 自己要是昏迷了 车子失控了 他和孩子都有生命的危险 凭借着求生及保护孩子的本能 刘先生强忍着痛苦 继续开了几十公里 终于发现前边有一个服务区 于是将车子 勉强地开进服务区的 一个停车位 便一头扎在方向盘上昏迷了 真是太险了 几十公里 刘先生是怎么扛过来的呢 幸好服务区的工作人员 发现了不对劲 赶紧过来查看 发现司机仰躺在座椅上 脸色煞白 人事不醒 后座还有一个急得 哇哇直哭的孩子 服务区的工作人员 赶紧拿来急救箱 取出了速效性新闻 将药丸给刘先生含服在舌下 同时又拨打了120 刘先生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刘先生是突发新港 送来的太及时了 如果再晚一会儿 病人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太惊险了 幸好有服务区的人员 及时救治 但是我觉得刘先生 自己也真是够坚强的 要不是他强忍着 疼痛开到服务区 还不知道后果会是怎么样 估计当时刘先生 心里记挂着 都是车上的儿子 因为要是车子失控了 可能孩子就会有危险 所以他才会凭借着 求生的本能 跟父爱的本能 一直硬撑着 把车开到服务区 估计当时孩子也是吓坏了 但是父亲转为为安之后 他也能深深感觉到 父亲对自己的爱护 就像风雨中参天的大树 呵护着又嫩的小树苗翼 你说到这儿 让我想起那幅画面 就是雨中父亲宁愿 全身湿透 也要给儿子打伞 无论风雨多大 父亲永远是你的保护伞 还有这个 父亲十二年如一日的 悲患病儿子上学 父爱如山 但同时父亲们 也得好好地保重身体 这样才能更好地 去保护孩子嘛 对啊